巴勒斯坦抗议群众跟以色列军队15号发生冲突 造成了四位巴勒斯坦人丧生跟数百人受伤 数万人上街示威 抗议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 发行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号宣告 他将打破数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 把大使馆移到耶路撒冷 此举不但让阿拉伯跟穆斯林国家爆发示威潮 而且引发国际谴责 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集团 再度发起了愤入日的抗议活动 美国副总统彭斯几天之后即将访问以色列 不过巴勒斯坦官员取消会晤 抗议美国迁移大使馆的行动 彭斯将无法跟对方会晤 美国政府官员先前也表示 彭斯20号将飞到耶路撒冷之后 预料将会设法推动以巴和平的进程 我们下来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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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